這個重點是不是在於 你算出這個利率的目的而已 因為你有這個利率之後 你才能夠就往下 像這裡一樣 雖然它是無息 但是它一定有什麼 有它的利息收入 所以我是借利息人 借那個利收利息 或是借它的票率 應該什麼 它應該是借利息收入 帶利息收入 它的借它為什麼 因為我的票據 對不起 因為我的票據 因為你的一開始這個利息的分路 你要怎麼寫 我寫一下它的分路 讓你去知道後面 你該怎麼落後 我拿到這個票據 我的面額是589萬利收票據 然後這上面是土地而來的 假設我不是土地開發公司 所以它這個利收票不是常貪 我拿到的稱片值是這樣子 598萬9千5百 但是我賣掉這個土地的價值 只有450萬 這450萬就是土地 200萬 所以這邊已經呈現出來 這個限值是450萬 三年之後這450萬要值值598萬9千5萬 好 那這兩個中間的差 就是我三年當中的利息收入 只是這個時候我不能叫做應收利息 因為時間還沒到 所以呢我要叫做什麼 應收票據折價 所以這張票據的限值是450萬 所以我折價是1489 未來我要去算的是什麼 我要借應收票據折價在利息收入 好 未來我是要借 因為時間的經過 我說了 它現在是個無期票率 是它還有沒有 有啊 因為你現在如果直接付 只要付450萬啊 你三年之後付 是要付598萬9千5百 所以表示這邊的148萬9千5百 就是你三年來的利息 所以你每一年年底要借應收票據折價 代利息收入 好 所以差六 我不知道是哪個 這個交易開始我是做這樣的分路 可是年底我要做成人利息收入的時候 我就必須算出來 當我交易那時候 根據這個限值、中值 三年期它的利率是多少 市場利率是多少 我要算出來以後 每一年我才能夠借運收票據折價代利息收入 大家聽懂嗎 好 所以這個例子裡面 課本上面應該只有寫到這裡而已 好 它只會寫到這裡而已 未來差六年的12月30號 它承認利息收入 要借什麼應收票據折價 只是你要承認利息收入怎麼算 就是要從剛剛這個題目上面給你的 限值是450萬 三年之後要值598萬 598萬9千5百的話 這利率是多少 就算出來了 好 所以它算出來的利率是多少 百分之十 好 三年 雖然它是 這個票據是不負期 但是它也品牌利率百分之十 換言之就是 這個市場利率百分之十 去往下推算 往後每一年或者是 像它是六月七月要出售 所以年底年度結束的時候 它就要承認它的利息收入 我要做調整 好 所以我就是借應收票據折價 代利息收入 然後三年到了 就把應收票據折價的金額都算 都為零了 我到時候就收到 五百所持八萬九千五百的獻金 好 這個就是最後一個任務才有機會 要看懂嗎 所以我沒有寫到 差七年 差八年 我們不要自己 然後也往下延續寫相對 好 就是第六年 好 四年六 四年七年也是類似 可是它客戶不一樣 太陽成的利息收入 但是它把這個收入 去轉給你 貨 然後它差不多是商品的成果 所以才會產生一個貨幅 好 這個你可以自己看看四年七年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就先講到 到這個191頁頁頁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來講 運輸票數有融資的問題 好 那因為運輸派出融資呢 其實在國際貨幣準則之下 已經做了不大不一致的調整 那運輸派出得很短 但是改變呢 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呢 反正第六張 好 第六版的話 如果你拿到的是 第六版的數字 最後面會看起來 在哪裡要付這樣 比較困難 好 所以如果你是拿到第七百 但是國際貨幣準則之下 這運輸占款的這個融資 是比較精算的 交易的什麼態度 是單純的 好 比較單純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請一下